今次就入住這間Yinumi 儀稀 很難讀,很難捨,儀稀酒店 男人到中年最害怕的不是銀包沒有錢 你是頭殼還是沒有頭髮 因為我很多同學已經是禿頭 我自己在三十歲、四十幾歲的時候 都不擔心這個問題 那時候我的法量很多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的法量不足呢 其實是拍攝無線的節目 四十五月環遊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最明顯就是 那些節目出了街之後 很多人跟我說 看到我頭殼頂那些頭皮 就是頭肉,肉色的一大一大 那時候我才覺得 原來潤了一定年紀 頭髮是越來越脆弱 那過去的大半年時間 我就處心積慮想養自己頭髮 那有三種方法 第一是食療 大家知道是多吃一些健身的 比如說黑芝麻、黑桃這些東西 第二就是我用了一種叫做 shampoo free poo free的方式 這個日本人都做了很多年的測試 就是所有的shampoo 其實都是chemical的東西 它會刺激你的頭髮 因為你嘗試洗去它的油分 它會分泌更加多油出來 那poo free的意思是 要是用鹽水或者熱水洗頭 就不用任何chemical的東西 刺激自己的頭皮 那我也用了一段時間 poo free的方式 我發覺都非常有效 我現在都用清水或者熱水去洗頭 那第三個東西就是補充一些能量 補充一些營養給自己的頭髮 現在呢 我又在吃一種藥 就是法國 又是日本的發明 對於頭髮是相當有幫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在這裏 因為呢 我明顯地看到分別就是 我洗完頭之後 那個盤子裡面是沒有頭髮 還有我吃完醉藥之後呢 我在枕頭上面睡一晚是沒有頭髮的 那這個最大的分別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藥的話呢 記得留言 就說呢 你留一個 嗯 數字 就是 留一個 三字給我 記得在留言區留一個三字給我 就是生頭髮的三字 我會發出一個方法給你 早晨 今天一早起床呢 陽光燦爛了 就來了這個魚汽酒店的泳池游泳了 我才發現這間酒店很大 除了我們住那邊 這邊全部都是它的範圍 不過這邊呢 還未開 這間呢 它裝修完 這邊還未裝修完 那泳池呢 其實都幾 懷舊的 你看一個設計 還有一些椅子在這裡 水裡面有些四五張椅子在這裡 然後它的泳池 還有地之間呢 還有水槽 不知道做什麼鬼 應該都是六七十年代的 這個設計 歡迎光臨魚汐酒店 這一間呢 其實就是我台北第一晚住的酒店 進來就是一個洗手間 你看到是一個傳統的浴缸 浴室挺漂亮的 白色的浴室 然後進來這一邊 就是房間來的 都挺標準的大房 感覺很新的 其實這間酒店去年才開幕的 它前身就是王朝 很出名的 王朝已經幾十年了 我記得了 四十年歷史的王朝 買了之後 它重新用了幾億元 翻新 其實今次為什麼會住這間呢 就是因為我拍這個 U-Drive的廣告片 然後呢 U-Drive的總部 就是魚汐的地爐 所以就訂了這間酒店 很方便 價錢都相當相宜 就是港幣1200元 標準房間 就是這樣的 在這裡住一晚